西汉历史上有两个国泰民安的盛世时期,一个是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另一个是汉武帝之后的昭宣之治,文景之治让汉朝经历了数年的兵荒马乱之后,终于能够安定下来,休养生息,而昭宣之治则是让汉武帝时期穷兵独武留下的民生问题得到了恢复。 然而,这四位缔造了盛世的皇帝却都不如汉武帝名声响亮,尤其是汉宣帝刘巡,他在位期间,西汉可以说是巅峰强盛的时期,但是汉宣帝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可谈不上重要。 知名度也没有那么广,按理说史书一般都会歌颂明君的,为什么汉宣帝在历史上的存在感会这么低呢?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汉宣帝人生中的一半时间可以说都是相当身不由己的,也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后人们对于汉宣帝这个皇帝的印象还没有辅佐他的权臣霍光深刻,但是实际上,他本人也是非常有作为的,汉宣帝的身世相当悲惨,他的祖父刘巨是汉武帝的长子,汉宣帝本来应该是金尊玉贵的皇帝曾孙。 但是刘巨和汉武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一触即发,公元前91年,随着巫蛊之祸的发生,刘巨正变失败被杀身亡,他的家人们也都没有逃过汉武帝的怒火,全都被作罪诛杀,只有孙子刘病吉一个人,因为当时年龄太小,侥幸逃过了一劫,成功逃过了这一劫之后,刘病吉就被送到了民间,被外祖家抚养长大, 因此他从小就深知民间百姓疾苦,汉武帝去世之后,汉招帝继位,但是由于年龄太小,因此由大臣霍光主理政务,但是汉招在位没几年也去世了。 他没有后代,但是皇位上不能没有人,于是霍光就看中了汉武帝的亲曾孙刘病吉,将他扶上了皇位刘病吉登基之后,因为名字低贱,于是改名为刘巡,不仅如此,为了彰显皇室血脉,即使刘巡和汉招帝之间差着辈分, 也依旧被过继给了汉招帝为子,这时的刘巡只有18岁,还是在民间长大的,更没有主政能力,于是霍光就继续担任了辅政大臣,并且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处处限制汉宣帝,汉宣帝此时没权没事,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他没有反抗的能力。 也不想因为无谓的反抗,惹恼霍光被废,因此只能乖乖地任由霍光摆布,幸好霍光对于汉室是非常忠心的,他没有造反篡位的想法,只是想将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汉宣帝听话的时候,霍光也没有对他过于为难,但是汉宣帝确实有着宏图远至的,他不愿被霍家一直这样压制, 因此在表面上听从霍光的同时,也在暗中住进,发展着自己的亲信和势力,等候着翻盘的好机会,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终于能够亲自处理政务了。 但是此时,霍家仍旧狂妄自大,以为还能像霍光在世时一样,为所欲为,然而这回,汉宣帝可不会再给他们机会,肆意妄为了,他早就已经对霍家虎视眈眈,随着霍光的儿子霍与谋逆失败,汉宣帝也找到了借口,对霍氏外妻进行清理,刘荀和霍家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仇恨,那就是,关于刘荀的发妻许平君之死这件事,当时刘荀被霍光扶上皇位之后,霍家人原本是想要 将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嫁给他当皇后,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控制刘荀,还能让霍家的地位更上一灯楼。 但是,刘荀在当皇帝之前已经有了结发妻子许平君,两人之间非常恩爱,还已经有了孩子,因此,怎么也不同意另娶皇后,于是在大臣们请立皇后的时候,刘荀就对大臣们提起了自己曾经在民间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把剑,以此来代指,自己想要将许平君立为皇后, 这就是典故故见情深的由来,大臣们会议之后,便开始纷纷请奏将许平君为皇后,于是刘荀的目的终于达成,但是霍光的妻子霍显,却仍旧没有善罢甘休,还是想让女儿当皇后,于是就背着霍光,想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方式。 他让宫廷女医在许平君产后调养的药理下毒,于是没过多久许平君就毒发身亡了,这让刘荀悲痛万分,但是霍显却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将女儿嫁进皇宫当了皇后,甚至之后,还想要在刘荀将长子刘氏立为太子的时候,毒杀太子。 但是最终,不管是当年毒杀许平君的事还是想要谋害太子的事,全部随着霍雨的造反失败败露,怒火冲天的汉轩帝也让肆意妄为的霍家彻底倒台,报了仇恨,这次清理干净了外戚势力之后,包括皇后霍成军在内的所有有权有势的霍家人都被从朝廷中连根拔起。 自此之后,汉轩帝再也不用看着霍家人的脸色办事,于是在将皇权全部握在了自己手中之后,汉轩帝不拿开会清理朝堂,将原本倚仗着霍家的那些人进行清算并清除余孽,然后将自己的亲信们提拔了上来。 但是汉轩帝亲政之后的举措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也相当有成就,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几次大行征战成功将匈奴打怕了,但是在魏清和霍去兵两位整套匈奴的大将全都去世之后,汉武朝度匈奴的压制力就大不如前了,从前被打怕了的匈奴再次卷土重来。 和汉朝对抗着,但是汉轩帝继位之后深知这样的局势对汉朝很不利,于是便下令让汉朝十六万铁骑征讨匈奴,最终在汉武朝之后又一次将匈奴打得七零八落,此后匈奴的势力逐渐分裂,一部分选择了亲近汉朝,授封成为了汉朝的臣子,而另一部分则选择了向其他方向拓展地盘,至此。 西域各国终于真正臣服于汉朝的强盛之下,汉轩帝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域,还专门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一部门,在此之前,汉武帝时期打下来了西域之后,宣称统治了西域。 但是实际上对于西域的掌控力并不强,而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西域才真正成为了属于大汉的疆土,这一点上汉轩帝的功绩绝对是要高于汉武帝的。 除了政治与军事之外,汉轩帝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汉武帝时期为了敛财支持军事而形成的扭曲经济形势进行更正,整顿了官营产业的一系列弊病。 而汉轩帝的经历是使他对民生了解非常深刻,于是在改革的时候给予百姓便利,因此在汉轩帝时期,不管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状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汉轩帝时期实现的西汉中兴的盛景固然和霍光的辅佐脱不开干系,但是与此同时,汉轩帝自己也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并且因为儿世的经历更能够与广大百姓共情,让百姓生活更加富足,而汉轩帝也是西汉时期为四拥有妙号的皇帝之一,汉朝的时候妙号的含金量还非常高。 由此可见,汉轩帝的功绩是相当受到后人认可的,只是前有开创了宏图伟业的汉武帝光芒在前,导致汉轩帝的光芒被衬托得不显眼了而已。 据史料记载,汉废帝刘鹤在位也不过短短几十天时间。 然而却说他做了太多荒唐事,大臣们算下来刘鹤需要不眠不睡才能干完。 当然这样的说法大多是霍光为了废掉他而给出的借口,主要还是因为汉废帝刘鹤不听从霍光的指令,不愿做个傀儡皇帝而与霍光争权的结果,汉废帝刘鹤被赶下台后,大汉朝的天下还是要有个名正言顺的皇帝才行,霍光才好继续控制大权,于是很快,霍光便将这个人选定在了刘病义身上。 于是刘病义便莫名其妙地成了汉朝的汉轩帝,汉轩帝刘病义刚刚继位时。 自知自己在朝臣心中没什么分量,自己更没有能力跟霍光抗衡,于是对霍光言听计从。 正因为如此,一开始大家也认为他没什么能力,觉得他不过只是有皇帝之名,却无皇帝之权的无用之人罢了。 因此,那个时候,史书上也没有过多地记录他什么。 然而汉轩帝刘病义之所以有如此表现,也不过是他看懂了汉废帝那么早被废除的原因,自己在没有任何能力的前提下,是不会贸然出手的。 只能韬光养晦,慢慢叙事待发,忠于霍光的身体不行,汉轩帝此时一击击重或家人要害。 把霍家的势力连根拔起,一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在这个时候,汉轩帝才算真正展露风采,掌握朝中实权,成为了霍真价实的汉朝皇帝。 既然已经掌权,汉轩帝自然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在此期间,西域都护府被创立出来,汉朝终于将西域的治理握在了手中,在国土方面扩张了一大步。 对于国家内部的管理上,史书中的记载说汉轩帝是一个非常讲孝道,又赏发分明的人,而且对于政治文学等方面也启用相应的人才担任,甚至对于国家的公益方面也有着很大的成就。 在他的带领下,国泰民安,汉朝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